马来西亚莲花杰明文的尊贵的师尊弟子莲花杰明 公祝佛安 在250册魏伯先知的多嘴的姑婆文章中 师尊曾提起不须妻子神算打个哈欠便知道加州是佛会下雨 请问为何师尊在问世的时候 一般都采用妻子神算请示佛菩萨的方式 而不是直接回答呢 他说他问了师尊在问世的时候 大部分都采用妻子神算请示佛菩萨的方式 而不是直接回答 这个怎么回答 我要问一下 妻子金母回答是这样子 你自己跟他说 他没有回答我 他叫我直接跟他说了 我告诉你 有时候是要用妻子神算 妻子神算的回答方式 有时候是直接回答 有时候也直接回答 因为我会看相 师尊会看相 看相的我一看到你的相 我就知道 或者你拿照片给我看 我就知道这个人 他在一生中做了什么事情 一般来讲看相就可以知道 因为你的面孔里面 有很多的答案 我讲过嘛 你有几个兄弟 就看你的眉毛就知道了 你做人成不成功 看你的下巴就知道了 这下巴 你做人成功 看下巴 看你结婚几次 看你的额头 额头 跟这眼睛后面的桃花 这里 看这里的颜色 跟纹路就知道了 看你有没有钱 看你的笔头就知道了 你鼻子的头就知道了 看你本身有没有权力 看你的这里就知道了 看你的这里就知道了 看你的寿命多长 看你鼻子到嘴的中间 跟耳垂就知道你的寿命了 看你有没有知会 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了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那你年轻的时候 你到那青年 你出生到青年到这里 青年到彼端是中年 鼻子彼端到下巴是晚年 看面相就知道了 看你是和蔼可亲 还是你是一个凶巴巴的人 看你的脸谱就知道了 直接就可以回答 看你会不会往生佛国净土 会不会修行成就 看你整张脸综合起来就知道了 这个可以直接回答 那个守闻里面 我有时候会叫你把神伸出来 你的婚姻 你的寿命 你的邪问 你的怀恼 都在你的掌纹里面 你的执宁 也在掌纹里面 所掌里面也有 财 子 寿 路 盐 都在你的所掌里面 那个是可以直接讲 碰到这个人要问说 他的这个父亲走失了 不知道是还活着还是死 这要问姚之金 有一些事情 要问佛菩萨 有一些事情 直接讲就可以 把这个是回答 马来西亚 莲花皆明 下巴 是奴仆宫 笔头 是柴缅宫 眼睛后面 是桃花宫 眉毛 是兄弟宫 眼睛 是智慧宫 还有三庭 三庭 上庭 中庭 下庭 另外 这两边是潜力宫 潜力 你有多少的潜力 另外还有法令 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 耳朵 耳朵就是baby的导卧 耳朵就是baby的导卧 这里藏了很多的东西 在耳朵里面 耳朵里面 要听佛菩萨 跟你讲什么 用耳朵听也可以听得到 他跟我讲 不用问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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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ction 疑 疑 疑 iction